欢迎收看年代关键字 我是陈元纯 今天的节目很精彩 马上快速扫描有哪些关键字 首先极限体能王 我们要带你体验的是运动的最新玩法 再来帮达人按个赞 有厉害的碗面师傅跟特卖会达人 最后周末吃美食 在台湾你现在也可以吃到正宗的哈尔滨 还有西安料理 第一个镜头我们先带你到宜兰的冬奥走走 这边有独特的山海美景 也让旅游业者推出了专属沙滩车体验 游客们可以骑越野车 来一场丛林冒险 同时又能享受山海交汇的冬奥魅力 今天的外景来到了宜兰冬奥这里 要来体验沙滩车的魅力 有请今天的教练 钟教练 各位好 我们出发前是不是要教学跟练习一下 是 没错 那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先双手抓着手把 然后左边右边转到地 因为它跟你一般在骑摩托车很不一样 虽然把手握起来很像 所有的转弯都只能靠转来弯 它不能靠压 好 然后再来把手前面我们有两个刹车 左边减速 两边停车 油门在我们右手大拇指有个推感 推得越深 速度越快 我们在压的时候轻推轻放 对 这样你骑起来会最舒服 好 那先帮你发动车辆 好 好 现在要先在旁边的草皮练习 真的对我来不见 好 好 我们现在草皮上练习一下 加速或者是转弯 这个油门按一下下就很猛了 厉害 还OK吗 OK吗 都会比较习惯了 有 来 那等一下我们出发 然后我们就是双手抓稳 OK 然后车距保持好 好 OK 那我们就走吧 OK 好 来 沙滩车出发了 哇 很美 很美 第一站来到了夜陵大道 而且像天空这样吹 然后看着这个美景超舒服的 要走沙灘海线啦 整个海岸线 而且这沙灘车在沙灘上超猛 我们的野地ATV的第一站 就是先来到海边 这也是冬奥湾 冬奥湾 冬奥湾 对 冬奥湾的特色就是 它这里的地几乎都是石头的地 它比较没有像其他的沙灘 有很大片的沙地 它这里几乎都是石头 所以特别适合走越野车 冬奥的这个沙灘车 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这边比较因为地形特色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山又有海 对 所以你两种都可以享受得到 还有林地 我刚刚有看到椰林大道 对对对 所以三个愿望可以一次满足 没有错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练习一下 比较困难的地形 没有错 Let's go 好 我们要稍作练习一下 因为等一下要进山了 进山会有一些更这个 麻烦跟冒险的地形 所以我们要这边稍微练习一下 要下去了 教练有点血 教练 哇 好 来 那现在这一段过的水会比较深 然后它特别的冰凉 因为它都是天然的山泉水 所以我们过的时候 保持持续前进 我们现在逆流而上 哦 这个水好凉哦 超冰的 哇 现在前面是山井了 超美的 其实我们的路径野地ATV正式要开始了 刚刚全部都算是练习 暖身就对了 对 我们进山才是我们真的难关的开始 待会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等一下 因为这些山呢 它都是没有整理过的野地 所以里面都是土堆石头 非常的颠簸 而且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 进山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到你前面的车子 是走哪一条路 因为里面错综复杂 还是我们就路到这里就好了 哦 那不行 我们一定会带客人体验这一段的 OK 这才是我们的重点 沙滩车终极山路出发 最魔鬼的关卡来了 开始了 开始了 这真的有点叢林冒险的概念 刚刚教练也说了 杂草很多 所以你一个弯道 哇 这个要跟紧一点 这个要跟紧一点 不然一个转弯可能 差路太多 直接会找不到人 嗚呼 那个洞也太大了吧 差一点撞树 哦 我们来到更原野的地方了 还有小水路 这都是每天带客人跑 每天带客人跑 自然而然它的地形就会出来 这一条路好像有点好玩 那我们就走走看 你带个一趟两趟 诶 路就出来了 OK 对 那有没有什么年纪上的限制 或特别的一些 年纪上的话 我们大概是抓5岁到65岁 对 可是骑乘的话 一定要18岁 亲子 美景 冒险 一次满足 心动了吗 骑上沙滩车 一起体验山海交汇的 冬奥风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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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